10月16日 山東煙台的幾間大學 不發學生抗議活動 學生會的人被捕 早前他們提出五項要求 並模仿香港的抗爭 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中共官方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反彈 今年8月 中國教育部門下令 大專院校開學後 仍要加強防疫措施 不少大學都採取強硬封閉式管理 引發學生不滿 陝西西岸外國語大學 至少有8棟宿舍的學生 9月17日深夜 不斷高叫口號解封抗議 持續至少半小時 一名學生表示 更過分的是 校方販賣過期發毛的食品 校內的超市動不動就關門 令學生無處購物 完全沒有辦法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全校四個女生浴室 經常只有一個可以使用 校方就要全校的女生 在一個浴室裡洗澡 類似的情況 也發生在山西 天津 安徽 四川和廣東等地 例如安徽合肥大學學生 批評學校對學生封效 但又被教職員工 自有出入校園 是雙重標準 10月中旬以來 位於中國東部 山東省的青島市 疫情再次出現 10月12日至14日 青島市累計新增13宗本土確診病例 10月16日 青島市宣布 今次疫情的源頭 是青島港無症狀感染者 在住院期間 和普通病區患者共用CT室引發 是醫院聚集性疫情 派出有社區傳入醫院內的可能性 官方還說 截至10月16日8時 青島的核酸檢測 已經採養超過1078萬份 已經出結果的 有超過1016萬份 沒有新增陽性病例 不過青島健康衛生委員會主任 徐振華的被停職 視空科醫院院長鄧海的避免職 這些動作 都令外界質疑 疫情真實的情況 可能被官方公布的嚴重 現台距離青島219公里 開車大約2個半小時 10月15日晚10時21分 有網友在推特爆料說 現台高校學生運動 由10月2日發起 截至10月15日 學聯會全體成員失蹤 和外界失去聯絡 爆料說 今次事件很危險 現台教育局和各大學校 全力封鎖消息 而且污衊學生示威 是虛假的 是別有用心的謊言 但是我們不會屈服 不會下跪 今次的疫情 學校的員工和教師 都可以出入無阻 只有我們學生受盡欺凌 不准出校 不准就醫 很多同學患病而不能醫治 很多同學掛住家 而不能回家 試問 這樣是不是專政和獨裁呢? 那是否對自由和文明社會的 侮辱和踐踏呢? 難道我們學生 就有病毒和危險 教職員就沒有疾病和危險嗎? 我們抗議 我們要求解封 我們寧死不屈 我們可能明天就會消失 被死亡 但是我們精神永存 民主和自由萬世都不老 後來爆料者還發出了 煙台學生聯合會全體成員 對煙台市教育局 和煙台各大高校 發出五大訴求 第一 立即解除煙台高校封閉 不得再次封閉 第二 釋放被捕學生 並保障全體學生的人身安全 第三 成立學生監督委員會 監督學校日常管理 第四 公開道歉 承認侵犯學生權利和自由的錯誤 第五 撤銷今次受運動牽連的學生的處分 不得打擊報復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我們會反抗到底 直到取得成功 另外據《大紀元》報道 煙台學生代表 還向香港朋友表示 煙台學生一直有聲援香港的抗爭運動 並且希望以抗爭的港人為榜樣 而繼現台學生運動的組織者 以香港人的五大訴求 來總結他們對校方和教育局提出的要求 這樣無疑是香港抗爭精神的延續 在去年香港人抗爭的時候 也有不少大陸人來香港 支持港人抗爭 譬如城市廣播 在尖沙咀訪問一位內地人 他說支持香港的內地人不只他一個 他指有些大陸人很蠢 不知道香港人的抗爭 其實不只是為了香港人自己 也是為了中國13億人民 如果沒有香港的話 中國人民就完蛋了 他提出大陸傳媒 只選擇對政府有利的消息 提醒香港人要堅持下去 是很難 但是也沒有其他出路 再堅持一下 他們的信息封鎖場 遲早擋不住 香港抗爭 會在大陸傳播開 現在煙台學生的抗爭 只是大陸人抗爭的縮影 中國目前政局不穩 非常恐懼香港學生運動波及大陸 中共不惜撤國安法 摧毀香港金融中心 也不想讓香港的抗爭精神 傳播到大陸 所以官方對煙台學生事件 極度恐懼 並且嚴密封鎖消息 煙台抗爭學生失去聯絡 同時在武漢疫情爆發後 大陸出現的四位志願 報導武漢真實情況的公民記者 也失去聯絡 實地到香港考察反送中運動的大陸律師 公民記者陳秋實 在疫情爆發初期就來到武漢 用直播的方式 記錄他的所見所聞 結果在2月6日後就下落不明 9月17日 陳秋實的朋友 中國網紅徐曉冬 在YouTube視頻 首次對外透露7個月後的陳秋實情況 說他身體健康 沒有被武漢病毒感染 徐曉冬說 秋實現在仍然被法律監管 但是他應該不在武漢或者湖北 目前為止 當局已經掌握到和他相關的證據 包括他的帳戶和海外關係 他們已經嚴格查清 目前當局 應該不會對陳秋實作出法律起訴 徐曉冬9月21日再度補充說 陳秋實依然初心未變 但是大家今年可能聽不到陳秋實的聲音 9月24日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人權律師 向南華早報透露 陳秋實目前在青島 和父母一起住 但是他仍然被當局嚴密監控 蓋名人權律師表示 既然中國政府沒有打算要起訴陳秋實 他們繼續嚴密監控他的行為 是不合法的 方斌是一名大陸商人 武漢疫情期間 他以YouTube和微信作為渠道 發放武漢市中的影片 最著名的就是今年2月1日 他開車到武漢第五醫院 在5分鐘的短片中 就看到搬出8具屍體 隨後他又到武漢4間醫院 拍攝類似的畫面 方斌想用他的短片 來講述武漢發生什麼 他說武漢肺炎 是一個醫療緊急情況 關係到整個世界 疾病傳播很多國家會受到影響 當地的情況報導出來 對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益 在醫院拍完短片之後的一個晚上 方斌坐在家裡 幾個穿著防護衣的男人敲門 說是衛生部門的 他們闖進了他家 拿走他的筆記簿電腦和手機 將他帶到派出所 他被懷疑是外國收買的國家敵人 方斌說 他們指責他拿了外國反華勢力的錢 所以才去好像醫院那麼危險的地方 如果這樣 就要對他判刑 後來方斌一度被捕 在輿論的高度壓力下又獲釋 但是他的御所下面 就佈滿便衣和國安 變相將他軟禁在家裡 而國保就更多次上門作出騷擾 一次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 自己說的都是真話 不擔心會坐牢 會堅持記錄真相 他還在採訪 他還在採訪的時候寫書 寫下了全民反抗 還正於民八個大字 2月9日 方斌失蹤 直到今天也沒有他的消息 中共官方說 大陸在疫情死了4634人 但是據知情人士估計 真實的情況 恐怕是幾百萬 甚至過千萬 2020年4月1日 美國印第安納州共和黨議員 Jim Banks 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請求 調查3名中國記者失蹤的事件 其中包括李澤華 陳秋實和方斌 而李澤華是其中最年輕的 他出生於1995年 在中國傳媒大學畢業之後 曾經在中央電視台擔任主持 他在2018年辭職創辦自媒體 《不服TV》 開始成為短片創作者 在他的YouTube頻道 第一條關於武漢的短片 在2月17日發布 短片中他前往武漢百步亭社區 實地採訪 這裏曾經在武漢封城前夕 舉行萬家宴 從而有大量居民感染 他還報導了當地殯儀館 天駕招聘半師工人的情況 該短片的點擊量超過85萬 2月26日 被警方帶走的當日 他曾經嘗試前往中國科學院 武漢病毒研究所 之後被一些質疑者認為 和這次疫情有關 在警察闖入他住所之前 他曾經通過屋內裝置的隱蔽攝錄鏡頭 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並且在網站直播 在直播突然停止之前 他對門外的人大聲說 中國自古以來 就有為民請命的人 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站出來 4月22日 失蹤近2個月的李澤華 再次通過影片發聲 他說 4個男人來到他的住所 至少有一人穿警察制服 在派出所審訊了大約24小時後 警方對他說不予處罰 但是警方以他曾經到過高危疫區 而要求對他強制隔離 隨後李澤華被沒收一切電子設備 並且送到隔離點 他形容隔離生活 安全 有守衛 天天都可以看新聞聯播 在影片最後 他感謝所有照顧和關心他的人 並且強調 人心為危 道心為味 為精為一 穩執缺縱 這句古語 是出自中國先秦時代古籍 尚書 大漁幕 用於形容精神專一的精神 在YouTube上 他的短片 收到超過3500條評論 和6000個點贊 一名網友評論說 勇敢的年輕人 我是沉默的大多數人 多謝你帶給我的一束光 另一名網友表示 其實這個短片信息量已經足夠大 仔細思考他未盡之意就可以 君子直到以行 來自上海的女律師張展 今年2月開始 就在武漢記錄疫情發展 透過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體 分享信息 張展的報導 反映了武漢人的真實聲音 揭露了武漢權威防疫 是如何剝奪了人民的基本權利 而是造成人心的恐懼 醫護人員的防疫防線 城市經濟復甦疲緣的情況 以及武漢人所受到的歧視等等 這些都與今日山東煙台的大學山抗爭 有些類似 據知情人士表示 張展在武漢被捕 是因為她持續報導武漢媽媽楊敏 為死去的女兒申冤 以及幫助當地弱勢患者 家屬維權 而捉路了當局 楊敏女士24歲的女兒 在疫情期間 因為有其他病住院的時候 不幸感染到武漢肺炎 沒多久就去世 公開資料介紹 張展在80後 陝西咸陽人 畢業於西南經濟大學金融專業 並獲得碩士學位 曾經是律師 後來因為被刁難無法執業 2019年10月 她因為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被短暫扣留 由5月開始 張展向朋友抱怨 在武漢被跟蹤 而她在5月14日後 就和朋友失去聯絡 目前她被關押在上海 浦東新區看守所 罪名是尋釁之事 在看守所她一直絕食抗議 9月28日 據知情人士表示 張展在星期一會見律師的時候 雖然說起說話 棄藥油師 但是仍然在獄中展現不妥協 不認罪的剛強態度 外界除了擔心這位 人稱女漢子的身體情況之外 也譴責中共當局對她的持續迫害 總部撤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 呼籲國界關注張展的情況 也期待民主國家 在新冠疫情中學到教訓之後 更能夠堅定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 並且加大對中共政府的施壓 促使她早日釋放 包括張展在內因言獲罪的中國人士 張展的一位律師朋友表示 中共處理李文亮的荒謬模式 一直沒有變 你說的話對不對 無關重要 關鍵是 上面沒有叫你說 你就不應該說 上面叫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沒有叫你說的你說了 你就是尋釁之事